三善道 那比较可怜的三恶道 念一下畜生道 鬼道 地狱道 那么这个四圣六凡 就是按照他的法 这个法而去投胎 所谓你守五戒 我们今天要守五戒 守五戒呢 那你就不会堕落地狱鬼道 你守五戒 又能够布施 那你可以升天 或是做世间的富贵人 那虽然你很守五戒 又会布施 但是你这个人的心态 嫉妒心很强 蛮喜欢生气的 那你就会投胎在阿修罗法界 那你这个人除了五戒布施 又有一种欢喜追求善法 喜欢做好事 看到别人做好事很高兴 那你会升到天的法界 那同样天有欲戒天 色戒天 无色戒天 看你的心灵的层次 心灵的层次 你是在享受 我去冲海水很快乐 我去吃好吃的很快乐 男女家庭天伦之乐 那你除了持戒又不失 那你会升到欲戒天 那如果你层次更高一点 你不喜欢这些 你喜欢开始看书 看花 看看阳光 已经没有这种 粗糙的男女欲望 吃肉的欲望 那你会升到色戒天 然后进一步追求 心灵的 激进的 你会升到无色戒天 所以这些法界 都是按照我们的心态 行为所决定的 所以我们希望 每一个友情都对我们有恩 他们就可以脱离三恶道的法界 畜生地狱道 至少到三善道 天道 人道 修罗道 那是六道里面还在轮回 我们都希望 要么他们就发起解脱的心 叫阿罗汉 声闻法界 所谓声闻就是 听到 佛陀所讲的 四圣体 苦极灭道 生命是苦的 请问温哥华有没有医院 一样生病 你从最穷的搬到最右 一样你要生病的 请问温哥华有没有人离婚 有感情就有感情 爱别离苦 怨真会苦 等等等等 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一想 如果你们夫妻感情好 移民到这种花园别墅 那倒不错 两个人感情好 住在一栋房子里面 要住一辈子 冬天又三四天就天黑了 你天天要在一起 如果你们夫妻感情不好 你住在温哥华 你可累了 你没地方去 如果我们住在台北 住在上海 还可以去外面卡拉OK 还可以去打麻将 因为人际关系复杂 不回来也无所谓 所以 这个世间 只要你有生命 你就有身体的变化 生老病死的痛苦 只要你有心情 那你就有这个爱恨别离呀 的痛苦 所以所求不得苦 乃至呢 所爱别离苦 怨真会苦 什么要怨呢 我买了一个房子这么贵 怎么隔壁那个人这么讨厌 天天找你麻烦 做个烟共也要报警察 那你过去跟人家结二元 你选选选就选到这一圈 七百万美金 要不能搬 你要住一辈子了 那有些人是结好园 哎呦我们隔壁那个太好了 我出门还帮我看假 煮饭还端到我这边来 所以结好园结二元 所以但是无论 结好的也会分开 叫爱别离苦 结不好的一定会碰面 怨真会苦 就算没有人 你光有一个身体跟身心 你也会有自己变化的痛苦 叫无印刺胜苦 所以简单地说 生文就是了解生命的苦 然后呢苦的原因 是来自于无名贪爱 所以佛陀说 只要能够离开这个 那你就无名贪爱 你只要好好修道 所以他们就去出家去了 这个世界地球 让他做皇帝 他都不要 为什么 地球也有生灭的一天 地球还没生灭 我就已经死了 所以这个叫 生文体悟道的苦 但是无论如何 所有法界的众生 都跟我们有缘 所以我们有爸爸妈妈 现在成佛了 我们也有爸爸妈妈 现在下地狱了 因为呢 这些众生们呢 按照他的心态 行为 然后呢 就像爸爸身体很好 妈妈在住院 大哥很赚钱 弟弟天天在给你借钱 那在我们的周围里面 就有这些快乐的跟痛苦了 所以那我们 那这些友情众生 没有一个没有做过我们的 爸爸妈妈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我们有缘 所以所谓受菩萨戒 就是你要发菩提心 所谓发菩提心 就是你有正知正见 正见 所有众生都做过我们父母兄弟 所有众生都在轮回受苦 如果他能够走入圣的法界 正的阿罗汉 正的毕师佛 他解脱生死了 我们替他快乐 那有一些菩萨 那有一些不畏自私的 他想要解救所有六道众生 他就发菩提心 就变成菩萨 变成菩萨 精进修行 就入佛的法界成佛了 那为什么要讲成佛 因为所谓发菩提心 做菩萨 就是你决心要成佛 如果你不决心要成佛 那你也得不到戒体 就不需要受戒了 所以那为什么要成佛呢 因为我们不可能让我们的爸爸妈妈 在那边不断的轮回受苦 就像佛陀问阿难 那只鸟 那只鱼 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甚至释迦牟利佛 有时候会用神通让你看 像释迦牟利佛有一次要度那些 喜欢吃人肉的罗刹鬼 他们就是认为吃人肉喝他的血 这是正常的 就像老虎去吃羊 这是正常的 七八只老虎就攻击一只水牛 慢慢给他咬死 他也没打麻醉劲 那个牛死得很难过 但是 但是如果这只老虎 知道他养那只水牛 是他的妈妈 跟他是老虎 他就不会咬它 但是因为众生无名 不知道 那我们学佛就是要去了解 原来我过去杀死的那只蚂蚁 做过我儿子 原来我过去吃的那只鱼 做过我爸爸 那你就不会吃了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相信 学佛信为入 如果我现在跟你讲一讲 你晚上又在吃鱼 你一点都不相信 这个叫顿根 不相信 因为舌头的欲望来了 管你师父讲什么 佛陀讲什么我也不管 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家族 通通被杀掉 女人被断手断脚 丢在那边慢慢流血 男人被砍死了砍死 那么砍不完了 绑手绑脚丢了淹死 必须要再讲一遍 为什么 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家族 过去是为了抓 大湖里面的鱼放毒 所以男人放毒 女人杀鱼 煮鱼 所以呢 这些鱼又来投胎做军队 鱼王变成琉璃王 第二鱼王变成将军 带着所有的军队 把加比罗为国全部杀掉 杀了三天三夜 为什么 就是因为吃鱼 杀鱼 所以佛陀用他的生命的苦 告诉我们 这个叫什么 真相 佛教所讲的般若 般若智慧 就是了解真相 所以当然我讲这个故事 是提醒各位 所以哪一只鱼没有做过我们爸爸呢 你踩死的蚂蚁都跟做过你的妈妈 所以天上的海鸥 水里面的鱼 只要被你看到了都有缘 都有缘 但是阿罗汉 加战言尊者是阿罗汉 他虽然看到了 但是他不想跟他讲 也不想度这个往生者 阿罗汉 他是知道真相 所以我要守戒律 千万不要堕落坐鱼 被我儿子杀 千万不要去堕落母狗 还这么执着 还在恨 那菩萨就不一样 菩萨了解真相 而且进一步 我一定要帮助他 他会劝化这个男人 怎么样的 不要吃鱼 怎么样的带他儿子忏悔 怎么样的救这只母狗 所以 当然这个男人不知道 但是穆建年知道 穆建年有神通 知道他妈妈 从鬼道堕落成狗 他就把这只狗救回来 请了其他的六个出家 阿罗汉一起帮他忏悔 七天七夜 这只母狗不吃饭 死了 升天 这个叫念一下 有缘词 有缘他才度 但是穆建年 他只度他的妈妈 外面流浪狗这么多 他都不度 那又不是我妈妈 因为 为什么 因为阿罗汉的神通 是有限的 他可以看到八万节 但是他不知道 八万节之前 没有一只狗 没做过你妈妈爸爸 唯有佛陀 才可以 所以各位 我们为什么要受菩萨戒 我们要成为一个 圆满的佛陀 有这样子的 辩知 了解 进过去 进未来 所以各位刚刚在礼拜 进过去 进未来 尽现在的 一切佛法 身三宝 那我们也将来 要成为一个佛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 修行这个法 然后你就成为 僧 僧就是什么 菩萨 发菩利心的 在家出家菩萨 就是大乘的僧且 但大乘的僧且 就要按照这个 大乘的教法 去修行 然后才能够成为 大乘圆满的佛陀 而不是小乘的 阿罗汉的果位 但是 无论如何 各位要去思维这个问题 所以为了这些苦难的 有情众生 所以我要成佛 为了要成佛 所以我今天要受菩萨戒 那受菩萨戒 就代表我真实要发菩提心 那你要受菩萨戒 那你的三规一 五戒 八观摘戒 十善业戒 都要具足 那这是基本的 所以简单的说 我们要发愿 发什么愿 跟我背一下 来 成熟友情 庄严国土 我们要让所有友情众生 包括一个地狱道 恶鬼道 一只小蚂蚁 都要让他们成熟了 不要再贪嗔痴 轮回受苦了 要成熟 就像地藏王菩萨一样 地狱不空 师父成佛 所有六道众生 都是他的母亲 唯有所有众生 都解脱成佛了 地藏菩萨才要成佛 那这个叫发菩提心 然后呢 那今天要成熟所有友情 各位要发起这个愿 第二个